这是四川省的万元市 万元市是一座县级市 它归达州市管辖 人口有50多万 万元市地处晴八山区核心基带 它是陕西四川重庆三省市的交界基带 下边这条河叫后河 后河穿城而过 再往前走的话是万元火车站 边上是万元汽车站 这个市的地形特别狭长 万元市交通比较便利 这个边有湘鱼铁路 还有好多高速路 可以去成都重庆 还可以去西安 特别方便 现在是早上的十点半 我打算去吃个面 从万元坐火车回陕西 我刚才买了一趟特二三八次 万元到陕西紫阳的火车 它是十二点一十一法 到紫阳的话只需要四十六分钟 特别近 现在到城区去吃个面 送便在万元市转一圈 这个地方与陕西省的郑八县 紫阳县还有重庆的肯口县接壤 我刚是从城口县坐大巴车到的万元市 上次我是从紫阳坐火车到万元 从万元的话坐大巴车去郑八 这边距离郑八的坐大巴车也挺方便 可以直接到汉中 来万元市的话可以去八财山 还有龙潭河 观音峡等等一些景区转 那个八财山不错 再往前走的话是万元市的城区了 我前两天从这边去城口的时候 简单转了一下 前面有一个活山公园不错 这个地方的面馆 好像只卖早上和中午 下午的话都关门了都 搬砸面 可以尝一下 面条 这边的城区要一直往前走 还远着 那个脚上是龙茂市场 再往前走有一座廊桥 火车站在一个角落上面 龙茂市场这边转一下 就去坐火车了 城区走过去的话 还有一段路 这边是一条菜市场街 买点李子吃 这边的生活方式和死阳那边差不多 还有城口 这里是可以 咋卖这个 八块 你找这个自己啥吗 来一斤 不往前走了 吃饭 吃个小面大碗七块 豌豆面八碗 今日早餐 一碗重庆小面白菜 看着都香 宽味 特别好吃 现在去火车站 到火车站后车大厅休息一下 吃完饭的话特别热 这边周夜污差比较大 马房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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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长是800多公里 它经过湖北 陕西 四川 到重庆 中间的站有 襄阳 石燕 安康 重庆 等一些 城市 前面就是火车站了 等一下 红绿灯 对面是万元汽车站 从这边的话可以坐大巴车去正八线 往上走的话是火车站 人行通道走这边 最近这边的话还是有点热 比陕西还热 昨天在重庆那个蓝千香晚上特别凉快 有点冷睡着 我身后就是万元火车站 现在进站吧 中午 四十多分钟就到紫阳县了 特别近 一路都是穿梭在这个情湾山区里面 从陕西到万元还是比较方便的 我上次从紫阳坐过小慢车 到过这边 安康到达州的工艺小慢车 横跨两个省 这边还有西安到达州的复兴号吧 也特别快 冻七七三次 这里面就是万元火车站的候车大厅 来这边坐车的人特别多 交通便利 东晚到成都 重庆到空山 我就是坐的特二三八次 十二点一十一分开车 呼和浩特空明 十一点五十四分 开始检票 万元站 人挺多 这个站是双站台 这个站的话和安康站有一拼 进站之后的话就不停地走 感觉都能走回陕西了都快 哪设计的也不知道 没人进站了 我也是四分 我又被转移了 我又被转移了 进站了 十四号 空山 重庆西 到紫阳四十六分钟 票价的话是十五块五 本来想坐小慢车的 但是小慢车太晚了 下午才有 等身那个小慢车的 我都坐了好几次了 五十号 刚才睡着了 都已经到紫阳了 哇 这边的前期看一下都打散了 真 紫阳县 阳光明媚过两天有大雨 又到紫阳了 下面是汉江 水域怎么会这么低 这还能跑船吗 火车站 离县城还有一段路 先坐公交车去县城吧 紫阳 我到过最多的一个陕西的县了 我到过最多的一个陕西的县了 这就是紫阳县 这就是紫阳县了 紫阳县被誉为小重庆 因为这边的际行和重庆是差不多 那是不是要下雨了 这个水域的话 像降的厉害 汉江水域 这边是人河 这个是汉江 从万元到紫阳 这个地方也是群八山区附地的一个小县吧 在汉江边上 四周全是高山 我来过这边好多次了 去过前面的洞河 还去过宽谷古镇 去过魔王沟瀑布等等 紫阳这边风景特别好 陕西的小江南 大江 大山 美如画 汉江里面的鱼特别多 这个下边是紫阳老街 是最早的紫阳街道 它是沿着汉江而建的 和迷宫一样 我上次拍过 你看那个巷道特别多 都特别窄 刚好能容一个人通过吧 半米宽嘛 这些巷道 就沿着汉江沿 挺漂亮的 紫阳县城特别狭窄 道路也狭窄 这都是单行道 但是这边环境确实好吃 没啥转头 赶成 我现在还没想好 去哪里下雨了 一般来紫阳的话 都是来坐船的 紫阳到洞河镇的搬船 还有到南高县的大稻河搬船 沿汉江 这次就不做了 关键价格便宜 到洞河的一个小时 票价五块 到大稻河的话 要两个多小时 票价十块 所以沿着汉江 可以看美景 哈喽各位 今天从四川广源市 坐火车 到了陕西的紫阳县 两座县城的话 都很漂亮 真的 主要是舒坦 咱们下个视频见吧 拜拜各位